一輩子是在破壞了 喂喂喂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歷期轉珠 今天開了個 Go Rush 其實我們用麒麟打的 但我在這條影片之前 就想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小弟進去暗袖獅那關 那一關就站在那裡 想很久怎樣轉 太投入了 忘了按錄片的按鈕 那段影片就沒有了 現在那四關是連著的 但第五關我們打了很多次 很多次零死進去 才打到最後一關 然後再拍 再錄 連在一起 那說回蓋亞 蓋亞那關有儲技 他就順著三個技能去開 第一個就是不知什麼珠 轉心珠 打萬三 扣了99%血 還有打7800 那因為如果這對多加蛋好像我這樣 224血那樣的 那如果你說被他扣了99%之後 我建議你回血就回回多一點 就是回回13000再加7000多個攻擊力 因為他轉心珠就可以流的 轉完之後可以立即流的 不用馬上轉去回血的 那這個位置就存到多少 那其實說存到什麼時候就可以走呢 其實看你有沒有什麼運 就是看你有沒有 就是看你有沒有運 究竟天降也好怎樣也好 那因為如果亞典娜都可以還可以存到 因為他有轉光珠給你的 那亞典娜這裏呢 就只可以硬爆 沒有其他方法的了 開不到其他珠的了 就是不會有轉珠那些東西的了 那因為他第一下行動 他就會開盾啦 然後你打到14%呢 那就會發呆的 那其實如果正路路線呢 就是他開盾啦 你打了一下啦 那半血他打萬三啦 然後你再打到14%呢 他發呆了 然後就尾刀 那就可以搞定了 那但是如果你捱了那半三血的話呢 你最好開 最後尾刀他 就是他發呆的那一刻 就好開定那個盾 下木袖師就關 因為木袖師的先制是22601的 根據wikipedia 那這下真的要小心點啦 那我正如我剛剛打下去啦 打下去現在大概30%的血左右 那就打萬三的 一定打萬三的 不會打其他東西的了 不好意思啊 然後這下就打了下去14% 那其實是這個 這個劇本呢 是最理想的 真的最理想的 這個劇本 還有沒有卡珠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很病 我真的很病 病了整個星期的了 由考試那天8號病到現在了 我已經病了兩天 真的好辛苦 後輪真的 頂不住 還有我雙風很厲害 避敏感 不知做什麼 轉天氣的 大家小心點 那麼好 進來木袖師 他第一個行動點 就是開盾的 來這裡你可以開麒麟 馬上開白盾的 其實開盾可以一下 那其實只有兩端可以 可以秒他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說 你怕的 那你就開盾 開定盾 對 因為如果正常 如果正常 上一次 上一回合 這樣 誒 怕沒血 開盾 入木袖師 其實對於那端數 裡面要殺的 但是會變得很辛苦 要打他 又要回血 那我剛才那一刻 其實打了很大力 完全符合劇本 即是 兩端之內 就是開盾 之後 之後 就殺的 其實基本上是一端 其實是兩轉 兩轉G的時間 那其實呢 我覺得呢 入殺彈呢 是異 多 因為我現在這隊 是光很多 其實打了一個全暗屬 那其實就很舒服的 那如果你打狂王子 就麻煩一點 狂王子就真的要 啪啪聲 真的要開很大力的 那其實我講回轉珠的技能先啦 那他就其實 你第三場開完之後呢 其實他開了盾 那就剩下四個回合啦 那你第四關開火奶 那剛剛好四槍的 變相呢 入到他大佬 入到他暗屬師那一關呢 就剛剛沒有分白盾的 那其實我這裏呢 就很厲害的 不知道為什麼 卡了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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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打 就是浪費了兩次攻擊時間 那我就迫著要開白盾的 其實 那就 跟我零石那次一樣的 我也是 正如這條片所講 正如這條片所看到啦 就是 開了白盾啦 那其實入到大哥那關呢 是要儲回 火奶 儲回 白盾的 那這條片就解釋完了 那這張照片 這一個 caption就解釋完了 我真的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想這樣 真的不想這樣 亂按剪片的 但我真的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還有我真的浪費了 我本身11點就拍完 這條片 10點幾拍完的了 我現在1點鐘 我弄了2個小時 我先零石入到這一關 還有在同一個情況 我才敢放上來給你們看 不然我免費 浪費你們一番心機 免費 好像 騙了你們上去看我的影片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轉珠 記得按讚、記得分享 拜拜